昆山砍人者被反杀事件 由于现场监控视频的广泛传播 引来了各方人士 尤其是法律界人士的深度平息 大致观点有让当防卫 防卫过道 故意伤害致死三种意见 但昆山公安机关的态度很明确 认为已经构成犯罪 予以刑事立案 借昆山检察机关也提前介入 全程监督侦查活动 相反 公众意见一边倒 认为电动难砍得好 没有责任 这体现了朴素的正义观 多数情况下 公众朴素的正义 关于法律的态度是一致的 因为法律本是绝大多数人一致的理性反应 问题是 公众心中的英雄 反而被司法机关认为涉嫌犯罪 给据留起来了 这等于说刚逃出了被恶人看死的巨大风险 又面临着被刑事制裁的法律风险 法律与人情侦有这么大的冲突吗 我认为防卫过当首先可以排除 因为该种情形是指正乱防卫的其他条件都具备 即防卫起因 不法侵害现在存在 防卫意图为了制止不法侵害 防卫时机 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防卫对象不法侵害者本人条件都符合 只是防卫限度条件不具备 超过了必要的限度 并造成重大损害后果 但这是一般正当防卫的条件 本案因属于特殊战党防卫 所谓特殊战党防卫 是指面临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所进行的正当防卫 此时法律规定 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 不属于防卫过当 不负行事责任 也就是说 哪怕防卫行为 造成最大损害后果及不法侵害人死亡 也是正当的 换句话说 特殊正当防卫中 根本没有防卫过当 一说 所以他又趁无过当防卫 无限防卫 本案中电动男面临的正式砍刀乱砍伤害 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完全可以进行无过当防卫 本案最大的争议是 跑马男的砍刀掉地被电动男抢到 跑马男跑向跑马车的过程中 电动男还迟到追砍 导致跑马男死亡 是否属于对停止侵害后逃跑躲避的行为 进行了报复性的事后防卫 其防卫的实际条件是否还具备 若属于事后防卫 则一般正当防卫的条件也不具备了 更不用说成立特殊政党防卫 若成立报复性的时候防卫的话 那么就不具有政党性 就成为犯罪行为 罪名就是故意伤害罪 我同意有些严业人士的观点 基于跑马男一点口角急动用凶器 且随意即可从车内拿出大砍刀 不排除他在身掉砍刀后恼羞成怒 又回到车中拿取其他凶器 或者驾车撞向电 动男的可能 这是一个合理判断 而非胡乱猜测 也就是说 应当将这个过程当做一个整体看待 不能说不法侵害已经结束 防卫时机不存在了 电动男在跑马男跑向宝马车时 确实存在转身就跑等其他选择 但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旨意不同于紧急避险 不要求不得已而为止 而是鼓励防卫人 再有其他选择 时依然可选择同伴罪作斗争 从而扶正去写 弘扬正气 即使真的查明车内并无其他凶器 但保马男 会不会回到车内去驾车撞人 由于此无对证 已经无法排除 根据存疑实力归被告人的原则 基因做出防卫时机条件依然存在的判断 退一步说 即使能够认定跑马男是在逃跑 但电动男并不可能知道 法律不强人所难 这就存在刑法理论上假想防卫 没有不法侵害而进行防卫的可能 而假想防卫一般二一万事件不是犯罪或者过世犯罪 如果是巨人死亡罪处理 因为他的行为出于防卫意图而非伤害故意 当然 过世犯罪也是犯罪 立案追溯也没有错 我最想强调的是 司法机关对于此类明显 属于正义同邪恶作斗争的公共事件 是否可以不必急于定性立案 更不必急于抓人 以避免人情与法律的过度紧张 这在法律规范上也是有一句的 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本有一个出查的过程 出查中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和调取政治材料等不限制 被调查得向人生、财产权利的措施 这个出查过程并无时间上的限制 根据情况可长可短 通过出查后 公安机关若认为有犯罪事实 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达到了刑事立案条件 再立案和向公众公布立案的理由 就能得到公众的充分理解 而且 电动男的行为即是构成犯罪 不关押根本不会发生窜户、毁灭、 未造证据等妨碍侦查的情形 也不必拘留羁押 依法可採取取保候审 监事居住等限制人身自由较小的措施 如此这般 既符合法律规定 又竟合人们对正义行动 终不顺处办刑律者的同情与期待 人情与法律就能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平衡 本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就会达到完美统一 作者 刘昌松 细刑辩律师 士兰